台東市有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媽媽 讓這媽媽的女兒在房間睡 媽媽到廚房沒用 四十分鐘後 進去房間 發現女兒 為困單機變成打在睡 已經沒開 緊急上半夜 已經救不回來了 十九歲 新手媽媽 剛出席幾個月的女兒 在四老的房間睡 媽媽到的家的廚房沒用 四十分鐘後回去房間 發現女兒對困單機變成困單 而且已經沒穿開 雖然趕快把女兒送去便宜 不過最後要是沒救回來 發現這樣的事情 家事全部都很尚心 健康調查當時出來 只有媽媽一個人 兒少法的相關規定 如果是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屠儲 整個部分他們是有相關的處罰規定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依相關的責任通報 來報給社會局 他做後續的關懷跟查處 專家表示 讓因為是疼痛的動作 比如說讓孩子穿太多衣 他才是和嬰兒睡作會 都有可能造成嬰兒沒穿開 美鳳寶也推動 雖然安全睡眠環境五元節 第一就是不怕睡不測睡 寶寶才能睡睡 第二不同床 不到一歲的孩子家長應該尊守五元節 不可以讓孩子睡攤髮 不可以睡作會 不可以用枕頭 不可以太熱 而且不可以睡太軟 讓嬰兒在安全的環境當中睡 必須被救來發生